中国历史上有将近五百多位皇帝 其中留下了很多历史谜团 今天小编就要为大家说一说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死因之谜 自古以来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 自称为天子 然而天子也是肉体繁胎 也逃不过生老病死的人生宿命 历史上很多皇帝曾经幻想过长生不老 比如秦始皇 汉武帝等等 都曾经派人到海外寻找仙药 但是却没能改变这一历史规律 实际上皇帝虽然高高在上 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烦恼 今天小编要为大家介绍着的 就是北魏孝文帝死亡之谜 北魏孝文帝改革相信 大家已经能够耳熟能详 北魏孝文帝也可以算得上是千古一帝 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改革家 他年仅五岁便登上了皇位 由于北魏实行子贵母死的制度 因此当拓拔红登基时 生母就被赐死 后来由冯太后抚养成人 由于拓拔红年纪太小 愿由冯太后执掌朝政 冯太后掌权期间 针对北魏必正 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孝文帝小小年纪 也在冯太后的影响下 开始推行改革 亲政之后 孝文帝实行迁都 实行鲜卑贵族和汉人联姻 这些措施极大的缓解了民族矛盾 使北魏政权更加的巩固 这次改革被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在政治上颇有作为 据史书记载 他心政以后 日理万机 不辞心劳 勤于为政 操劳于朝堂之中 奔波于江场之上 十几年如一日 祭天地 五娇 四宗庙 长臂宫林 不以寒暑为倦 上书奏案 多姿审论 百官大小 无不留心 勿于周洽 但是在婚姻上 却十分的悲哀 他年仅33岁就嫁崩 与婚姻的不幸 有很大的关系 拓达宏小时候 身体就比较重 经常生病 拓达宏从十多岁的时候 就开始宠幸女人了 过早的刑房 对拓达宏的身体 产生了严重的伤害 少年时期的拓达宏 三岁丧母 十岁丧父 冯太后对拓达宏 动辄恐吓 他生性猜忌 对拓达宏 常常责罚打骂 拓达宏从小就对冯太后 十分忌惮 给他的心里留下了 极大的阴景 在这种长期的压抑环境下 拓达宏的身体 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拓达宏的宠妃冯氏 曾经将肺病传染 给了拓达宏 而且 这个冯氏也就是 后来的冯皇后 冯皇后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 就是给拓达宏戴了绿帽子 他和别人私通 最终事情败露 被拓达宏发现 结果这位可怜的皇帝 竟然被活活气死 在位期间 拓达宏也算是尽心尽力 担心节律 为了消除民族格格 拓达宏使出了浑身解数 为了迁都 他冒雨进行南征 后来在对外战争中 拓达宏也常常风餐露宿 长期的征战使拓达宏的身体 再也扛不住了 加上 冯皇后出轨一事 让他耿耿于怀 最终于公元499年4月26日 年仅33岁的拓达宏 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 南宋书者 叶氏评价孝文帝 用下变异者 圣人之道也 又认为孝文 智切有为 有顺 闻王之姿 可见 孝文帝在后世的名声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千古一帝的美誉 虽然在婚姻上 他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 几乎一生数女人的 影响 前半生被冯太后控制 后半生被一个女人气死 但是 我们无法抹杀孝文帝改革 对历史的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人线 二十四史